也可以 秦儿 小师傅 来 坐吧 好 来 喝茶 我来 对了 文夫人托我 把这封信给你 都怪我不好 让娘担心了 他肯定瘦了 好了 锦儿别难过了 你看我 给你带了什么 这七宝摘的桂花糖 我记得小时候 小师傅总是差人来送 肉府许久都没吃到 馋得紧 只要你喜欢 我叫人每天来送好吗 府里不太方便 只要你喜欢 糖的有什么关系 只是锦儿 别的任何事 我都可以惯着你 纵着你 但你想待在这里 不行 而且 文夫人的信你也看了 她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劝你 府中险恶 不是你一个涉事为生的小丫头 可以应付的 答应我 回家好吗 可是 姐姐还在这里啊 我 你如今身无缠物 你只是一个小小的侍女 人为言轻 你帮不到她的 可是 锦儿 这短短的几个月 你多少次徘徊在死亡的边缘 是府亭玉的板子不疼 还是断肠草的毒药不毒 锦儿 我 文夫人真的很担心你 小师傅 你是怎么知道的 安国公是什么人 诏域十八宗案 他短短的一夜之间 便涂了半个洛阳城 你在太岁头上动土 如今还活蹦乱跳的 你真当他是活菩萨了 那 是小师傅你帮我了 那不然呢 其实 我在这里 也遇到个帮我的人 是谁啊 没什么 一个月 你再给我一个月 我保证 到时候我一定会走的 锦儿 你要做什么事情 让我去做就好了 不要以身犯血行吗 你也要做什么事 若我不能 为姐姐化险为夷 我这辈子 良心都不会安的 我不想那样活着 好 我都依你 女孩子 干净些 你 金 王 玉王 听说锦王 去了寺院局 他们在屋中许久 所谈内容 听不甚清 后来 有送茶的内奸 推开了门 可以清晰地看到 锦王在给她侍女释手 十分亲拟 他们的关系 绝对非同一般 无耻啊她 玉王 那寺院局侍女 要如何处置 这寺院局是地不过多 还是菜不过多 请让一个侍女 空闲到与旁人私通 让她一个人 干五个人的活儿 干不完不许睡觉 就这样 解岩姑娘 你吓死我了 你 你怎么来了 白天你那样帮我 我就知道 他们肯定会为难你的 那个老女人 惯来恶毒 我听说 那个药的劲道也不小 她也拉了好几天肚子呢 除草便除草吧 那也不能这样欺负你 这么多地 何时才能干完啊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祖宗 您的头可不能低 低不低头不重要 我现在 好困啊 你回去睡 这里交给我 不行不行 交给你 我办事你放心 你不会跑路吧 大丈夫一言计出 刺马难追 说了要帮你排游解难 绝不食言 这 你一个人也干不完 一起吧 你就安心地回去睡吧 我呢 去找几个 釜亭渔的小太监 一块儿帮忙 跟了你这么久 我还不了解你吗 我呀 就是第二个你 保证帮你打一场 漂漂亮亮的战 那 好吧 谢谢你了 那我先走了 快回去吧 好 我 你 我 他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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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無妨 貢材交過又難儲存 一貫呀 都是獻摘的 姜天使 您隨我來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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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貢材園的菜 菜怎麼了 菜沒了 玉王 您消消氣 玉王 玉王 您消消氣 太妃一場病 全成了本盟的罪過 參武的折子堆滿了岸前 朝野驟亂 竟連什麼 衣冠宵禁那樣的話都敢說 我這個親王 當得連塊貢材田都不如 西域每年上宮的種子 難以存活 況且 貢材田只有兩片 邵國公毀了一片 昨夜又毀了一片 太妃 只是一時其極 您多寡慰幾句便是 一個個參奏 毛都全指向本王 口口聲聲說什麼笑啼人意 那貢材是我下令拔的嗎 或許 是有人想借此機會 大做文章呢 臣請命 替玉王除奸命 除什麼 自那妖女入府以後 拼拼出事 臣不知您為何對她百般揍禮 可如今 她越來越肆無忌憚 去去世女 卻多次擾您心亂 玉王 這種禍案 斷不能再留 妖女 共財一事 全是因她而起 當日 她假意幫助安哨國公 您還以為她是好人 可這一處連環跡下來 難道您還看不出嗎 她一直都幫著別人構陷於您 玉王 您斷不得再被迷惑了 幫著旁人 你說緊繃 是 准了 財經